那最近有關心那個強制就義的家人嗎 強制就義的家人其實是什麼配偶 對對對 妳的配偶 強制就義的家人的話 他是有打電話來稍微說說話 對 然後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不太方便透露 但是是緩和的 對於自己應該堅持的權利或者是傷害 必須要討回公道 今天單元的是什麼 一月導演一月 希望可以單元一月變長下一次 我本身對這個品牌 我剛剛也說過有一定的情感 因為我本身舒服 然後我也比較喜歡奢華華麗跟街頭的風格 不會變成母老婆 但是就是因為 對於自己應該堅持的權利或者是傷害 所以必須要討回公道 我媽媽跟我說 不用怕你沒有錯 只要你沒有做錯事情 然後你有沒有犯任何錯 你要討回公道 你不用擔心金錢方面 我們家決定準備挺你到底 那你也暫時不用急著付出工作 爸爸會先養你 對 他是有打電話來 來跟我稍微說出話 對 然後有些事情可能就不太好被透露 但是是緩恨的 現在大概4、6、4、7 體重是沒有變過 對 但是我覺得氣色變好 身高171 對 基本上從以前到現在 因為是5年都知道 我大概現在樣貌沒有變過 只是就是氣色的問題而已 我的醫生說算還不錯 對啊 那心情也好嗎 你覺得我今天心情不錯 我覺得不錯啊 對啊 你看到大家心情很好 可是我的原型回來了 好 其實 好 回來了 回來了 很久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